甘宁因为一个战法又变强了 就是张宝和张良拆的这个疾风咒语 看一下这战报 三次疾风咒语9000多伤害 一次疾风咒语4000多伤害 然后还有四次的6400伤害 这个是因为敌人是腾甲兵 实在是砍不动 疾风咒语50%概率发动三次 50%概率四次 三次就是258伤害 四次就是354伤害 而且第三次第四次攻击的时候 额外带一次禁疗效果 看着图上张飞和关羽就被禁疗了 这个效果就非常适合甘宁这种速攻的武将 遇到了治疗型的敌人 能稍微的克制他们一下 这个疾风咒语还适合哪些武将呢 就是徐晃和徐楚 情勇飞剑加疾风咒语 破军威胜加疾风咒语 以前的徐晃和徐楚是因为没有好的战法 只能用一些A战法 所以打不出伤害 现在有了疾风咒语和破军威胜这样的战法之后 可以说他们实力就会上涨了 再说张宝张角这个黄金三兄弟 不要有太高的期待 虽然有人发过图说低级打高级 但是实际测试之后之后效果不太好 这个是花旗招粉丝多喝热水测试的 他测试了两天之后就不用这个队伍了 因为实在是玩不下去了 你可以看一下的这些打赢的战报并没有几张 大多数是打平的 还有一些打输了的战报 张宝也并没有演戏 发动三次发动四次 发动五次的这个飞杀斗石 但是打不出伤害 然后说这个张良呢 单回合发动那提高统帅 能提高80以上 然后双回合发动呢 主动战法和突击战法减免24% 那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单回合发动的时候 对法系队伍没什么用 双回合发动的时候 你遇到了什么旁统这些还能用 但是你要遇到江维或者说司马懿这些 那他们是指挥战法 那你也没有什么效果 总的来说呢 这个队伍能玩 但是也没有太大的必要 和目前张角的主流玩法来说 没有更大的优势 刚进入四赛季 没有其他武将的 那可以玩一下 那如果你已经十到十七赛季了 武将有一大堆就没必要玩这个队伍了 他带上藤甲兵可以去打菜刀 但是带上藤甲兵之后 那是张角和藤甲兵的功劳 和张宝张良的关系就不大了 那时候你如果带上什么锐成卫 估计你都能打赢 以前有人测试 让他带上内政武将 那都打赢了 和张宝张角这个关系就不大 占用了一堆好战法 但是打不出相匹配的战绩来